梦里的灰州是白墙带瓦的水墨 是东南州鲁的书香 一去一生知觉处 我梦到灰州 梦中我也寻它千百遍了 可当我真正走到灰州古城中 并不觉得古城有多古 沿街也和小镇无异 但能成为5A级景区 底气就在它的古灰州文化 当我深入了解后 对于沉淀千年的文化 几次提笔 几次放下 穿越宋志的灰州城门后 我看见了许国石方 这座全国唯一座八角石方 经历了明清500年的风雨 许国平定云南叛乱的功绩 依旧被记忆 在灰州 排放市对忠孝结义的金表 能为自己家族修得一座 都是无上无药 古城中最有韵味的 还是它幽深的小巷 三百米陡山街 当时可是汇聚了 朝中的大方贤贵 我在高耸的院墙下 我一步踏进的是历史 在居民的烟火气息中 我另一步走的是传城 在巷中 我又发现两座真节排放 一座夜市真节目门房 一座皇室吉列专门房 每一座真节排放后面 都有一个灰州女性 血与泪的故事 不过就是她们的坚守 才撑起灰山 在外闯荡的半变天 在古城中 原汁上修复的灰州府衙 绝不能错过 走在府衙中 而盼响起一声威武 就是在这的智力下 从宋代起 灰州走出了 两千多名文武精士 二十八名状元 产出了文房四宝中的金笔 灰墨 宣纸 摄焰 在打鼓井街 改座灰帆经典馆的 朝市二宅 记录着当年的灰帆经典 这可是国粹经区 形成的起点呀 近代的灰州 其实也是人才辈出 著名教育家陶行之 新现代画家黄冰红 都是涉嫌人 这里也有关于他们的纪念馆 你可以看 要了解更全面的灰州历史 还得是这 灰州历史博物馆 出了古城 走过太平桥 涉嫌博物馆中的新丹碑园 可是书法爱恶者的天堂 荒岩曲折的碑狼 收藏了从近 到平的两百余块 一个贴客石 在这灰智园林中 砖雕木刻精致 看着水泻亭台 就差拿出纸笔 写上一副字了 当我走在 灰州的古城墙上 其实心中满是遗憾 古灰州一抚六弦 却在上个世纪 逝取了文工确立的物源 灰楚之乡的济袭 灰州也改名皇上 从此 一座山代替了一座城 古灰州也支离破碎 走进了历史 我在太平桥上 望着东西的新安江 想起下游浙江的延州古城 这座曾经和 杭州起名的州府 却在历史进城中 也同样失去了姓名 有些城 它的辉煌 终究只能在记忆 我是青木 水墨辉州 贵王代旭